红阳佛法 利益众生 尽在生命电视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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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菩萨不诗 等念冤清 不念旧恶 不称恶人 我们偶一大师说 虽有智慧 而无福德 以不可以自立立他 故须巨行三坛也 这个巨行三坛就是前面讲的 虽然第一席谈最重要 第一席最重要 但是你要了解众生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叫第一世间 这个是第一世间席谈 了解众生的喜好 痛苦的原因 这是第一席谈 第二席谈 引导众生去于快乐的 去于快乐的 来修快乐的方法 这叫第二席谈 第三席谈就是 让众生能够乐于持戒 对戒 有止恶生善 有好要之心 这是第三席谈 如果你能令众生这样子来 到戒来 到戒恶修行来 戒来 这个戒的无路就开始了吗 就会生去定 定就能发慧 就能证悟第一帝 第一帝就赐名第四席谈 佛陀八万四千法门 就包含在这个四席谈当中 所以偶尼大师在这里说 纵使我们 我们自己很会修行 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福德 所谓说 叫修福不修慧 叫大象批音乐 对不对 还有一个倒过来 修慧不修福 罗汉应供博 明明同样是供钱生哉 有的人今天就拿到一千块 有的人今天只拿到一百五十 哎呀奇怪了 为什么呢 那同样的法会啊 有时候这个也是 就福报所呈现的 修虽然挣得罗汉国 但是脱拨出去 没人给他 千二百五十弟子 同样出去脱拨 得到的都一样吗 玻璃得到的都一样吗 不一样 这不一样因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阿罗汉的 福报不一样 所以佛陀你看 佛陀这个智慧圆满了之后 要用多少 要多少节的时间来修福德啊 不要说修福德了 修修那个 像还要修呢 对不对 请问佛陀有没有修他的像 那像在现在怎么 现在人是不是也喜欢自己 像貌好啊 社会上人喜欢不喜欢 也喜欢的 但社会上人他是靠什么修的 他是靠整容的吧 现在所以整容医院生意老火了 但是整整容有没有后遗症啊 有后遗症啊 所以他是有漏的呀 他是不究竟的呀 那佛法就是究竟的 佛法修福德乃至修向好 所以就是世间的三席坛 这里没有说第一一席西坛 但是偶一大师这里说 说句竹行持前面三种西坛 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你也不能够完成自立和利他的 所以说 知贫苦之多冤 而行不失 积财失 知冤亲之平等 而不念不称 即无畏失也 法师已与上门 你比如说 告诉众生国土微粹生命无常 请问这是不是佛法 这也是佛法 你告诉众生的时候 这实际上就是也是一种法布施 但是当我们放生的时候 你看 我们出钱 把它买下来 放到水里去 有没有无畏布施啊 有啊 那我们学了佛了 我们禅定力好 我们福德好 碰到众生你看 生病啊 或者这个人呢 神不定啊 被夜所转很痛苦啊 那我们出家人 福德如根很厚的人 安慰他一两句 就会让他得无畏 就会得无畏 然后心马上就安下来了 我们今天我也看到 我们很多师父 拿到那个钱之后 都自己也会去放生 也会去应经 也会去帮助那个弱 弱势的人 哎 你看过去我们那个 啊 那个激公活佛就是这样的 他虽然一生当中 没有出家土地 但是他在家的 实际上信徒还是很多的 很多有钱人的 有时候 请我们激公活佛 到府上去坐一坐 然后那个弟子就给他准备 很美的那个衣服啊 那个身符都是 那个南宋啊 南宋很有钱的 很好看的衣服 然后钱都给他 衣服里装好了 但是激公活佛出去之后 还没有回到这个静慈寺呢 又剩一件破衣服呢 他那个钱就不舍 一路就不舍掉的 我们现在这个衣服 好像只有我们出家人 能穿对吧 宋朝的时候 那个人也是穿这种啊 大衫啊 所以这个 具足财师 那怎么样 你拿财师的时候 众生欢喜不欢喜 众生就会欢喜啊 就让他就是什么 就是让他生乐 叫慈与乐 无畏师的时候能拔苦 就悲能拔苦 实际上无畏师就是一种大悲 其实财师就是一种大慈 法师就是一种大志 就是大志 大悲 大慈 所以我们佛弟子 难道仅限我们出家人吗 请问我们在家的佛弟子要不要修啊 要不要大慈 财布师就是大慈 与众生快乐 大悲就是无畏师 拔众生苦 法布师就是大志 让众生生智慧 今以财极无畏 圆满三谈耳 这个是我们欧一大四的啊 我 M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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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KIA MUNI Y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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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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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KIA MUNI Y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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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出家烦恨诀 第七觉悟 五欲过患 虽为俗人 不然是乐 常念三一瓦波法器 志愿出家 守道清白 凡恨高远 慈悲一切 这里面这个字不多 但是却包括了我们在家二众 出家五众 说明在家的 不要被五欲的过患 所献 所葬 虽然我们是在家的学佛的人 虽然还是俗人 但是不要贪然在世间的这种 不究竟的快乐当中 然后这个是对我们在家二众所讲的 对出家二众就是 我们出家之后 除了随身所带的 必备要带的 瓦波 瓦波法器 三一博具 中国人都我们都说啊 五一七一主义对吧 这个在凡语里面是 三一 五一叫安陀慧 七一叫优陀罗森 主义叫申切利 三一 瓦波法器 应量具 应量 为什么要应量呢 就当我们有观的时候 观堂 吃饭的 观堂 我们进去都要问训 有的寺庙连没有供的 也没有供佛 为什么 对谁问训呢 不管供没有供佛 佛都在上面啊 那你知道问训 向佛问训 是不是那你就有佛啊 那我们就有佛啊 当我们有绝照 有这个佛性现前的时候 那我们吃所有东西 就叫应量 啊 佛子 佛陀告诉我们佛子嘛 如风采蜜啊 适可而至 不伤其行 不忘正念 不忘正念 所以这个吃饭的时候 就在正念当中 我们每次吃饭都要敲引擎 要念那个的嘛 啊 实际上都会 在吃饭的时候 不离法 所以实际上是一种法食 真正吃的是 法喜残月 所以这里面 欧一大师 叫虽修智慧福德 若不永离居家五欲 终不可以 绍龙 身保 主持佛法 主持佛法 我们虽然做在家弟子 但请问 如果佛法衰落了 我们有没有责任啊 哎 有责任啊 我们贪执于这个在家的生活 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志向出家的话 佛法会衰落 因为身保是主持三保的 佛法是赖身而主持的 所以这个里面 欧一大师就劝 终不可以 绍龙身保 主持佛法 当之 三世诸佛 无有不适出家而成道者 所以我们 不管是做在家的佛弟子也好 我们的究竟的义乐 还是为了了生托死嘛 对不对 哎 为了成就道业 所以我们出家的时候 剃度的时候 都是念那一句嘛 心缘 正经 小牙 们 湾 好 地 疑知者 涌 解 成了你 佛 职者 当 处 解 后 世故 三世诸佛 离尘成道 佛都是离尘的 没有哪一尊佛是不出家的 历代祖师都不染誓言 你要想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 我们要向这些上座看齐的话 向佛陀看齐 向菩萨看齐是这样 所以这里偶一大师 他也是重点在讲这个 三世诸佛 无有不适出家而成道者 然 使生虽出家 而不能守道清白 凡恨高远 慈悲一切 如果我们已经出他家了 如果我们出了家 我们的心 生出了家 心还没有 没有那个 叫偷心不死 知道吗 生出了家 心还 还留着 留着一点 偷心不死的话 不能够守道清白 不能够凡恨高远 慈悲一切的话 那这为什么 这为 窃佛行仪啊 因为什么 我们批的这个一 佛也批的这个一 我们这样子 具足圆顶 方袍 佛陀也是这样子的 一切诸佛 皆是这个形象 所以佛陀就具足了三宝的 佛陀的身是身宝 佛陀的语言是法宝 佛陀所振的圆满的智慧 是佛宝 那反过来也是这样 反过来我们出家人 我们现的形象 就是僧人的形象 视为僧宝 我们通过慈戒 禅定 开发智慧了之后 那我们的心的相续 跟法是契合的 这时候跟法契合的 就代表的是法宝 那我们安住与不二的 文殊菩萨的这个圣经啊 叫什么 一针法界 我们心安住一针法界的 这个金色界当中 这就是为佛宝 所以我们出家人 也可以具足三宝的 那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生意出家 但是心还在苟且 我们的行为 跟我们出家的身份 还不相应 反恨啊 这就是行为 跟我们的出家的 还没有相应 那我们的内心 还不能悲悯一切众生 设一切如母有情的话 那我们就 我们的德就 有损于我们的行的 这个行是什么行 这个是佛的行啊 所以游损于这个行仪 切佛行仪 罪佳一等 不可不知啊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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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苦空无音无我 生灭便易 虚伟无主 兴事恶缘 行为罪述 如是观察 见离生死 第二觉知 多欲为苦 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少欲无为 身心自在 第三觉知 心无厌烛 为得多求 增长罪恶 菩萨博尔 常念知足 安平守道 为会事业 第四觉知 懈怠堕落 常行精进 破烦恼恶 吹拂四魔 出阴戒狱 第五觉悟 鱼痴生死 菩萨常念 广学多文 增上智慧 陈旧变才 教化一切 悉以大乐 第六觉知 贫苦多愿 恒结恶缘 菩萨 菩萨不失 等念冤青 不念旧恶 不争恶人 第七觉悟 第七觉悟 五欲过患 虽为俗人 不染是乐 常念三一 瓦波法器 志愿出家 志愿出家 守道清白 凡恨高远 慈悲一切 第八觉知 第八觉知 生死是岸 苦恼无量 法大称心 普济一切 远待众生 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 必尽大乐 如此八世 乃是诸佛 菩萨大人 之所觉悟 精进行道 慈悲修会 趁法身传 至涅槃案 父还生死 度脱众生 以前八世 开导一切 令诸众生 绝生死苦 舍离五欲 修心圣道 若佛弟子 颂此八世 云念念中 灭无量罪 静去菩提 树灯正觉 永断生死 常祝快乐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训续 同瞻法仪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至夜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恩孝卿、起见梁皇宝灿法会 及三师信念法会 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 梁皇宝灿法会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8月27日星期六 三师信念法会 时间上午9点 恭请慧态法师、慧量法师、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不停务必专守防疫规定 南魔宝月光庄严妙致应生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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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诵一遍之功德 能身为转轮圣王 南魔宝月光庄严妙致应生如来 南魔宝月光庄严妙致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